上帝的恶女们,愿你们平安 牧师希望每次灵修都能在三分钟之内 把重要信息和生活应用跟你分享 今天经文取之约拿书一章七到十节 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来抽钱 看看这灾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 于是他们就抽钱,抽出约拿来 他们对约拿说,请你告诉我们 这灾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呢 你做什么行业,你从哪里来 你是哪一国的人,属哪一族 他说,我是希伯来人 我敬畏耶和华,天上的上帝 他创造了沧海和陆地 那些人就大大惧怕 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原来他们已经知道他在躲避耶和华 因为他告诉了他们 越思考约拿的故事 我就越觉得他的信心很大 在经文中,他在人面前肯定地做出宣告 把他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见证出来 云拿说,我的神是天上的上帝 他创造了沧海和陆地 虽然很简单地宣告 但显出他的信心非凡 在这位从无边有的神面前 抽签算不了什么 越南肯定中头奖 风浪算不了什么 越南说,只要把我丢下海里去 风浪马上就会平静 这是之后的经文会读到的 越南的信心来自心中 非脑袋知识 然后口中做出宣告 有哪位基督徒 不知道他信的上帝是天上的上帝 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 可是有很多信上帝的人 对神的认识只停留在脑袋的知识里 并没有在心里面 只要从一个人对生活的忧虑来看 就能知道他对神的认识和信心如何 你若真知道他是创造者 所有大事小事 在全能神面前都芝麻小事 我们若真知道上帝是谁 所有难处都不是难处 癌症疾病不能使我害怕 财务危机不能使我忧虑 前途迷茫不能使我担忧 因为他必指引我道路 但愿神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 使我们真知道他 真认识他 是的 主耶稣啊 我们祈求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 使我们真认识你 这是我们的祷告 阿们 这个痛迴